1.4 師傅和高靈人士都說過 靈體隨時隨地有可能出現 剛巧巧,今天為嘉賓 做過不同類型的工作 但每次都撞過 也有人說唱K的地方特別陰 但總是有K歌之王一點也不怕 還要一個人唱 隨時有人陪你一起唱 上班撞東西不僅連下班去消遣 也一樣撞過 難道有些人特別容易撞鬼 對,今集還有Anson的 台灣靈探片段看到 馬上開始,總有一瓣喺左近 歡迎收看今集 總有一瓣喺左近 我們這集嘉賓的職業 好像我也涉獵過 應該是第一次 沒涉獵過 對,他有一位魔術師 Bronko 你好… 魔術師如何情況下撞鬼 其實從讀完書出來第一份工作 開始做表演的工作 入了一間… 我第一份工作 當時等放榜 入了一間主題公園 做演員 在夏末假裝鬼 當時有員工試玩 可能試試其他家屋的鬼屋 很恐怖 對 當中其中有一位同事 其實是看到的 我們去到某一間屋面前 他說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我不進去,你們進去吧 然後我們自己進去玩 出來的時候,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你是否肚痛 我當時呆了,甚麼事 你不問我是否頭痛、手痛、腳痛 一下子就問我是否肚痛 我當時真的肚痛 他說我看到半個靈體在你的肚子裡 因為當時那間屋是主題公園的第一間 燒真香,放在衣紙之中 這是第一間屋 可能我進去後 他說可能說錯了甚麼 或碰到甚麼 所以就跟了我出來 當時我痛了一個星期 但不是肚痛,而且是無法痊癢的 只是痛了一個星期 即是像腸扭著… 扭著 然後很白癡地不停對著肚子 說了一個星期對不起,不好意思 但你沒有想過去找師傅 看看發生甚麼事 這件事之前其實很少遇到這些事 當時沒有認識那麼多師傅 沒有接觸那麼多這些事 所以我希望跟她說對不起 她放過我 自此你開始對於靈界的事 開了門口,還是怎樣 那次之後就會變得很敏感 我可能有時有些地方 會很頭痛、很暈眩 然後很不舒服 但這個地方有太多故事 對,我們嘉賓也請過好幾個 也是關於這個主題公園 這個地方歷史太悠久 對… 除了這樣之外 好像你之前正在表演魔術時 大表演 是否正在發生一些事 對 之前在國內有個魔術節目 我去做嘉賓 為甚麼會找我做嘉賓 因為當時的表演 就是我拿了一件歷史世界紀錄 穿著一件精神病院的封文衣 綁著那件 綁著皮帶 節目說可否再加多些難度 因為紀錄也是很快脫掉衣服的衣服 可否再加一條鐵鏈刺激一點 就在那件衣服裡面再加鐵鏈 我家人當時給我一個佛牌 即是補意外那種佛牌 但你知道佛牌一戴就很長 所以我換了一條鐵鏈 是不會過頭粒的 即是要這樣剝開 對,扣也很緊 重演時沒事 很幸好你脫了一條鐵鏈 脫了一件衣服 到正式了 正式的時候 倒吊了上去,頭向地 那條鐵鏈卡住了我的頸部 因為那條鐵鏈也很粗、很重 我的手就綁著,我沒有手去攪拌 卡住了,我… 說不出話嗎 說不出話 還在表演中 而且吊在半空 尤其是這種表演比較尷尬 你越看到魔術師,越叫救命 觀眾會越刺激 以為你在演戲 對,以為在演戲 我叫也沒用,就靠自己 我拖著,那條鐵鏈 和佛牌的那條鐵鏈 一起掉下去 斷了還是甚麼 當時… 但那條鐵鏈不是很難脫嗎 是 所以佛牌的那條鐵鏈 他就把那條鐵鏈折返回我的佛牌 就一次過給我 在這個途中,我看著他 他沒有經過任何人的手 他給我所有的時候 那條鐵鏈只剩下了一條鐵鏈 佛牌的那條鐵鏈? 對 好 但那扣是扣緊的 是 真的不可能會掉下來 因為那條鐵鏈是過不了頭的 或者你的意思是 它好像是魔術的那種 突然整條鐵鏈穿過了 但那扣又沒有打開過 對 那佛牌… 是否你自己玩 魔術是否其實是你魔術的一部分 還沒說完 佛牌上面有個圈 是 那個圈沒有難度 那條鐵鏈沒有打開,那個圈沒有難度 殼沒有任何事 但裡面的牌是裂掉的 又是這些 多數有靈體攪拌的話 就是會進去那邊的,外面沒有事 應該是保護了它 對 保護了它,阿Bronko 應該保護了它 所以佛牌的師傅說 你拿一個紅色的袋包著 讓師傅進入廟室 你想想,如果不是真的有佛牌 那件事會有多糟糕 做這些危險表演 其實真的表演很辛苦 你們都覺得她在演戲 是 那麼… 那條鐵鏈勒著我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是表演的一部分 甚至有魔術師表演過的水傷逃脫 她明明是叫救命 其實不夠氣,糟糕了 但觀眾、助手以為她在演戲 是 其實這些位置是危險的 當時其實那條鐵鏈勒著我 如果她…我錯誤 其實我應該會疾色 疾色 對 血氧 因為我當時沒有手 我沒有手去弄那條鐵鏈 但其實你有否有一個咪高峰 可以說如果真的失敗了 可以叫她暫停… 沒有,因為那個表演是玩的速度 所以我的衣服都很貼身 她不會收到任何東西 知道你除了在出雷公園做的表演之外 也涉獲了其他媒體 在香港有間電視台也做過 沒錯 那間電視台… 不死吧 不死 不死的甜絲台 當時因為做幕前 希望了解幕後的事 所以進入這個台中 做了三個月 當時我做教授 我跟著另一位前輩教授 到處走,要工作 有一台電視台在停車場 在辦公室後面 但那台電視台是很滑滑的 只有一條路要繞幾個彎 一旦轉彎就是電視台的電視台 當時我們進去,兩個人 我們聽到電視台準備關門 要是有人出門或有人準備進去 我們一起說了一句 麻煩你等著 一進入那部電視台是沒有人 但它是開門給我們 進去後我們已經知道甚麼事 大家互相駕駛後 互相駕駛後便說謝謝 還要多說一句,麻煩你 還要說不到 那當然了,它開門給你 它開門給我 明知是有的 對,大家知道甚麼事 還有一次 當時在做一個節目 是剪片,要拿很多電視台 拿著電視台版放了很多電視台 基本上沒有手做的東西 在拿電視台的年代嗎 有段時間 是拿電視台的年代 是 它幫我開門 但那裡不是普通門 如果是普通門,你也可以說 是否大風吹開 那裡是防煙門 很重的 怎樣為之幫你開門 到門會自動… 好像電子門為你而開 它好像電子門一樣… 真的因為是電子門 不會,聽到是拿帶年代 拿帶年代 好的,你對 我相信現在的台也不會… 防煙門是電子 對,不能電子的防煙門 防煙門幫我開了 我只是說一句麻煩 就過去了 但因為聽到… 這三個月中也聽到很多前輩 都說了很多故事 即是… 可能隔壁的辦公室 晚上的記者會很晚 有時打稿 會聽到隔壁的電腦在… 很多故事都發生了 剛才Edmond你也說 這個台是很猛烈的 從來都聽過 一搬進去,已經有意外發生 因為那裡根本大到很誇張 但人煙真的只有兩個人 真的… 所以撞鬼也不奇怪 待會回來 還可以分享其他人 好 我們回來見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有甚麼特別的經歷可以分享一下 最害怕的那一次 是當時經理人在深圳的房子 我很記得是冬天 他睡在主人房,我睡在客房 早上7、8時左右 我出去喝了一杯水,再睡覺 為甚麼我這麼記得是冬天 因為是關了窗和門 因為很冷 房間也關了窗 我只可以半道門 一條小隙子睡覺 我喝完水繼續睡覺 我看見那道門有個影子 動得很厲害 但整間房子不會有風 全都關掉了 我就不管了,望長睡 我感覺到… 有些東西從腰摸到我的膝蓋 是手嗎 你感覺到有些東西掃揍你 但你不會知道它是甚麼掃揍你 一直掃揍你 然後我又是仰仰 說了兩句錯話 別騷擾我,然後繼續睡覺 第二天早上,在隔幾個小時 我問當時經理人 我今早有這種事 他說那間房子是我舅父生前睡覺 可能他回來看誰睡覺的房間 因為我當時的經理人 他也是看到的… 所以他覺得沒甚麼 可能他回來看看你而已 然後我從此不再在他家裡睡覺 這次真的感覺到有一個接觸 但你不認識他的父母 我不認識的 對 就是為何有三寶人睡覺 對,全家有三寶人睡覺了我的床 可能就是這樣 對,另外一些酒吧、KTV 也有這種經歷 沒錯,我以前的公司 旗下有卡拉OK 是 我有些片段 那些片段都是當時的同事 拍攝出來看的 這是你嗎 這不是我 是當時的同事在… 自如 練歌、唱歌 那罐啤酒,你看到它一跌的時候 那罐啤酒是很快的 是 即是說那罐啤酒是很滿的 有東西… 很滿 很重 他喝了一兩口 但我覺得神奇是你的同事 他純粹是引起啤酒,然後繼續 沒錯 他是否踢到… 沒有 桌子 沒有 沒有動過 踢到那罐啤酒 不會這樣跌倒 可能我不小心 沒有,看起來沒有… 也沒有那個力量可以… 沒有 他們會這麼誇張 太神奇了吧 但這房間是否一向有這些奇怪事 其實整個KTV都是 還有… 這裡就是臨修舖 他們在凌晨 即是K房外面嗎 對,那垃圾桶蓋自己掉下來 這是沒甚麼可能 這麼大的蓋子,你怎麼猜… 因為垃圾桶蓋是蓋的 對嗎?它是自己掉下來的 剛才那個啤酒罐 可能還有一些水線 要強行解釋 還有? 還有? 這是發生甚麼事 很害怕 這裡的影片 其實是KTV中最進入的一間房間 平時…這間房間是密封的 因為不用的時候是用來錄音 看這段影片就看到有些人飛著 曾經有陰陽眼的朋友說 有些小朋友在這裡玩 但我自己看到有些白影 不過像昆蟲嗎 或者是大粒的塵 多大粒的塵 哪有那麼大粒的塵 如果是塵,可能你近鏡子… 空調 或者近鏡子時就會變成大 但有找過為何這個K房會這麼猛 其實這間KTV不在 前身這間KTV是一間道文院 其實有很多故事在這裡發生 你會看到那些同事為何沒甚麼 因為已經發生… 多得已經跟他們有朋友 我們試過在房間的音響、電視 自己開放、自己關掉 我們知道有一個女靈體 會感覺到她是女靈體 因為有時有些叫聲 有同事聽過 就在廁所的位置 我們已經幫她改了名字 叫小熊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有人真的看到有些老人家出現過嗎 老人家沒有 但小朋友說見過,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發覺剛才在化妝間 你說你之前在新浦江的工作室 也有些奇怪的事發生 是 本來沒想到的 本來沒想到的 其實當時教了一些學生 那些學生… 如果你們記得是鏡子 記得… 因為是鏡子 我坐在這裡看著學生對著我練習 我看見白影在學生後面 這樣過入鏡子 但當時…因為全部都是小朋友 我就不說話了 而且幸好見面 起碼你們沒有怎樣溝通過 我也被她摸過 對 摸過是舅父 朋友就有她 但我們有一段影片 待會看看有甚麼白影 可以嗎 好,是台灣的吧 好,來吧 大家好,我是Anderson 今天會帶大家來到這個 廢棄大樓的頂樓 事不宜遲,我們即將出發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廢棄大樓的頂樓 其實前身的這幢大樓 在日治時期是一個營場 死了很多人 例如是上吊或槍斃 甚至是斬頭 將一些無辜的台灣民眾殺死 因此這裡後來慢慢改裝 變成大樓之後 慢慢越來越多有些汽車旅館 旅店或是一些非法的行為 但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是在一個城市中心裡的小廢墟 但其實已經荒廢了十多年的歷史 因為可以看到… 嚇一嚇 對,我看見是否有聲音 聽到有烏鴉叫 然後剛才這裡,這個位置 讓我看到整個白影飄過了 這裡突然間有兩張椅子 而且這張椅子是紅色的 這個位置剛才真的很明顯看到它飄過 我們看看這一邊 其實這些都是肉乾 以前的底部已經拆射了 好,我們先走這邊看看 我們先看看 對面也有一間 好,看到一個假的噴水池 這裡是一棟建築 有一棟的…應該是汽車旅館? 還是…甚麼 其實這裡就不知道 但這裡知道是從我搭電梯上來 又或者現在每一分鐘 我都覺得很恐怖 因為在每個樓層,除了這個樓層之外 也有其他樓層 曾經死亡很多人 尤其是在電梯裡 也死了差不多十多人 因為發生了一些電梯意外 看到這邊也有一些廢氣的東西 椅子、音響、行李箱 又或者是舊時的電梯 好,我們去另一邊看看 我現在整身…加上再下雨 我整身是蒙骨悚然的 很恐怖的消息 這次應該是附近傳出來的 這次看到這邊也很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甚麼 我感受到其實現在我是… 打招爛陣 這次我是有點害怕的 我不知道為何 我乘搭電梯上來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很大了 不好意思,我實在是拍攝 還有這輪椅 還有那隻貓 我不敢走這個了,很明顯 大家看看是否看到 大家看到嗎 沒有,為何會有一張輪椅 我會看到… 我現在拍攝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現在在一個頂樓的位置 下面仍然在經營 好,這樣我就不要再打擾別人了 好,我現在要下去了 就是這輛電梯 這輛電梯已經發生了 十多次的意外 導致有傷亡 或者有些人遇到靈體的事情 真是陰森的影響 鬧市之中 感覺還未至於那麼恐怖 還有樓下還有人住 對 燈光火燭 還有頂樓… 可能我們不在現場 不知道那一刻的感覺是怎樣 但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是嗎 光火燭有感覺嗎 我也很光猛 對 不如直接找當事人聊聊天,好嗎 是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四位,包括嘉賓 都很一致覺得沒甚麼 對,沒甚麼 對 其實我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一開始我還是覺得沒甚麼 因為覺得樓下也要有人住 怎會有甚麼發生 但其實它很鬧鬼 因為下面本身是一間茶樓 茶樓上高全都是住宅 其實住宅裡面經常感覺到東西 會覺得有鬼壓床 大家也會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 就是西門町 那真的很鬧市 對 雖然它是一個鬧市 但一直都沒有人敢上這個天台 因為大家每次乘坐電梯 都一定會感受到一些東西 這個升降機是發生過甚麼意外的 之前有一個維修的工人 簡直是被這個電梯壓死 然後有個大肚子流產 然後嬰兒離開了 還有其他就是更多年前的 我就不清楚了 你不是說看到有個白影嗎 是 我們看不到 我就是… 因為我拍攝的時候 我也是感覺不到的 但是我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在這個眼尾的位置 也是一秒鐘倒閉過 而去到那幢小… 比較矮的建築 進去,我是不敢進去的 好像是覺得有東西看著你 但你又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種感覺 那真的是Anderson才感覺到 加上那天好像下雨一樣 異常的陰森 對,可能會濕濕濕 還有看到一些椅子 好,麻煩你Anderson 好 謝謝… 再見… 好吧 這是一個鬧市當中的寶藏 靈異界的寶藏 對你來說是寶藏 好,謝謝Bronko 上來談了一些靈異事件 靈異事件也是信則有,不信則無 今集成功差不多 我們下集再見